第一次的就是 亞洲四年運動會跟世界運動會 就在去年同時舉辦 又拿了兩個冠軍 所以去年他是五冠選手 我覺得他當然是空前 我覺得甚至有可能絕後 因為你要這麼重要的比賽 同一年要產生 然後又要拿冠軍 幾乎四五 跳的 跳進 看他排球的位置 可以進攻 酷 讓母球留在 右邊的邊庫附近的位置 這個姿勢有點夠 太好 穩住 穩住 最後兩桿 九號球儘量要做一顆直球 好 我們要恭喜潘孝婷了 恭喜潘孝婷 絕地反擊 經典的戰力 從1比4落後 最後5比4反超 哇 漂亮 有 哇 這個7號球準金漂亮 2號球稍微偏左邊進去 然後母球 往這個地方走 拉桿 這球難度有點高 好 結果打得太整顆了 唉唷 這樣子反而是不是可以走一個捷徑 直接3球碰 對 這個球不碰白不碰了 所以我們看潘孝婷選擇一個39碰 這個因為9號球跟3號球的位置還蠻直的 所以這39碰成功率有超過6成 先喊延長 這一盤就這一桿了 所以乾脆先請求延長 沒錯 好5球 39碰碰進 好球啊 有 有 運氣怎麼樣 敲一下2號 唉唷 2號球也進了 哇 還直接做到3號球 對 比較薄 他如果剛剛他的意思是說2號球不要進的話 2號球還可以再修正 我們看潘孝婷選擇薄球 9號球 進 哇 整個太穩了 先往前往後退個幾秒 是 最後是不是Gainball呢 對 Gainball 9號球順利的打進 哇 這場比賽 潘孝婷 有沒有 9號球進 拉桿啦 怎麼讓自己陷入自調的情況之下 上腦筋了 這個球剛好很直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左賽喔 到了 第一顆星之後啊 他反應沒有出來 解球 用力的啊 看能不能解進之後 再做到4號球 有沒有 有 哇 這個球 這個球 振奮 人心啊 這個人心是指他個人 還有他的粉絲團 好 解的喔 老天爺爺也幫個忙 那看潘孝婷這局 可不可以順利拿下 再來一個輕功 我們剛剛已經講要輕功了喔 他這個輕功 底子不好 這個球多跑了 哎呀 他這右手 最後送乾的時候 那個K點 還稍微有點用力 這個5號球 應該是要做中袋的喔 還是可以做到中袋 那 母球跑路線要衡量囉 他如果打太薄的話 這個母球 會不會洗袋啊 還是說母球敲到9號之後 會有做球上的一個 不 不穩定 不確定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 右手 喔 有旋轉過去 要趕快碰顆星 不然會洗中袋 哇 這樣子的話 剛剛又多跑了 6號球本來是中袋 現在又跑到69碰 也不好打 直接進攻 也有點小小的壓力 進球上的壓力 左下角 走到這邊拚了 好球 母球 小心也不能敲9號 有 好球好球 哇 莉莉皆辛苦 這個 一顆球沒做好 沒處理好 就會造成後面的球 打起來 會格外的辛苦 然後剛剛這個 6做7 也稍微 力量不夠 這球 選擇了下第一單 打進就有了 不用刻意做球 對 沒問題 潘小婷 目前是1比5 9號球 好球 彩球的問題 這個球要抓兩顆星 桿法柔一點 兩顆星剛好過中袋 好 對兩顆星剛好過中袋 這個角度大 很OK的 因為 反而希望他角度大 因為這個球很簡單的 右塞兩顆星 對 走到這裡 5比8 5比8 我們來看 不要太大角度 基本上是OK的 好 這個球很大膽的 因為整個手感 跟精氣神都非常的專注 所以剛剛那個球 選擇了一個用力鈍桿 好球 潘小平 好球 我們來講 不能做太直 還有9號球的問題 危險 危險 這個球 這個球如果再多跑兩步的話 連在一起 不是掉球 就是變成很不好打的 8號球 我們剛剛有提到 所以潘小婷是抓 下低桿 下低桿的路線 就是在這裡 可惜邊上應該不受影響 打6號打的稍稍的厚一點 然後6號先碰到左邊的庫邊 再借7號 近代 我們看潘小婷剛才也是 瞄的就是那個位置 那這個球也要稍微小心一點 打一個刹車球 就是低桿的右塞 為了讓母球能 更快的停下來 專注的眼神啊 嗯 又一次把分叉拉到3比1 更快沒錯 改變 開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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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